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昨天低开高走,恒生指数低开116点 在见到17177,春日最低位后,掉头回升 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 最后已成日最高位17422收盘,上升53点,升幅0.3% 由于护森股市中秋加基休市没有北水,大市成交只有479亿元 国际指数一度跌穿6000关,最低见到5994,收报6090,上升18点,升幅0.3% 恒生科技指数收报3497,上升17点,升幅0.5% 港股盘面上黄金股延续近期反弹 山东黄金1787和中国黄金国际2099升幅都超过4% 美联储大幅降息预期推动金价在创历史新高 现货黄金做日盘中逼近2590美元1盎司 创新药概念股表现强势 移民昂科11541几涨35% 近三个交易日,股价翻了一番 康芳生物9926涨16%,创历史新高 消息面上,国家药监局表示将加快临床药品审批 缩短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实现,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4点 内房股及物管股集体走弱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8%和23.6% 8月70成二手房价格同比跌幅扩大至8.6% 环比跌幅小幅扩大至0.9% 价格回落仍然较快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康哲药业,股票代号867 康哲药业于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上半年度录得营业额36.11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21.7% 主要受到国家带量采购国财的负面影响 代理新优斯佛福佛议定三个国财产品传案 药品销售收入口径 同比减少11.96亿元人民币 降幅达49.2% 但集团整体营业额及其间 毅力环比去年下半年均呈现增长态势 标志着国财对集团的负面影响 以基本消化 进入以非国财独家产品和创新产品 驱动业绩增长的新产品时代 集团上半年度营业额环比增长6.1% 毅力为9.03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52.8% 但环比却大幅增长92.8% 董事会算派中期股息每股0.1507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51.9% 但环比增长92.5%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上半年集团非国财独家产品 及创新产品传案药品销售收入合计为 24.04亿元人民币 占传案药品销售收入 计算营业额的56.1% 去年集团有四款创新药 维图可 一录取 美太酮 维夫锐 获批上市 并获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今年6月 集团又有一款创新药 莱芙兰在中国货批上市 成为中国首个亚甲蓝厂 容环锡片 是提高接场 净病变减速率的创新解决方案 集团创新药 中国临床开发和自主研究证 有序推进 同时持续扩充 清医美产品在童颜针的基础上 新增三款中国注册性临床阶段的再生类 清医美注射机产品 少女针 微精磁及脱细胞基值值日基 中国独家许可全力 有望联合再受 韩系玻尿酸莫娜丽莎 打造纯面 且精湿系的面部年轻化解决方案 未来集团每年将持续推动更多 差异化创新产品进入商业化阶段 以达至可持续高质量的高速发展 建议买入价7.4元 目标8.1元 止损位7元 各而没有只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本修饰 度质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道指涨0.55% 爆41,622.08点 高普500指数涨0.13% 爆56,33.09点 路德连续第六日上涨 那指跌0.52% 爆17,592.13点 英特尔涨6.36% 默克涨2.49% 零涨道指 苹果跌2.78% 特斯拉跌1.54% 中代股多数下跌 叮咚买菜跌9.56% 比特数字跌8.01% 国内A股方面 国内修饰 美元方面 纽约尾盘 美元指数跌0.44爆100.66 非美货币普遍上涨 欧元对美元涨0.5爆1.1133 英镑对美元涨0.7爆1.3216 澳元对美元涨0.81爆0.6752 美元对日元跌0.16爆140.61 美元对锐狼跌0.39爆0.8448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涨41个基点 爆7.0969 石油方面 国际油价全线上涨 美油10月合约涨2.69% 爆70.5美元桶 布油11月合约涨1.82% 爆72.34美元桶 黄金方面 国际贵金属期货收盘涨跌不一 COMEX黄金期货跌0.03爆2610美元盎司 COMEX白银期货涨0.02爆31.08美元盎司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